花莲施工所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举办了邓雪珍林美军的双个展 透过说故事的方法展现两位女性创作者 她们分别以拼布、淘气和录像等媒材展示出部落记忆如何影响自身 进而建构出排湾族和阿美族的传统文化美学 展期直到5月底 欢迎大家前往欣赏 来自屏东三地门北排湾口射沙卡兰部落的邓雪珍 和来自花莲寿风乡、利拿恒部落的邻美军 她们都是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艺术硕士班的学生 这次展览她们把台湾原住民族艺术文化 以女性、部落记忆、口禅故事串联成展览形式 提升原住民族文化的能见度 我这次创作主要是以排湾族沙卡兰部落 是记录当地的神话故事 还有场域在沙卡兰那个部落 包含那里的女性的故事 然后我想用拼布的方式去表达我对我故乡 还有我外婆的思念 是用拼布的方式 还有用传统的排湾族的秀片 然后去组合成 然后变成创新我自己想要重现我的回忆的方式 我的作品最主要是以影像方式去呈现 那会有这样的作品最主要是透过我的父亲 他在2011年推动部落的雨冠的附赠 那我看到他那么辛苦 想要协助他去做一个整理 那自己的话也意外的就是更认知自己的身份 然后更认知自己的族群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影像呈现的方式 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自己的文化 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市长温嘉贤表示 透过策展人的引导说明 他听到了部落传统声音 也看到部落文化保存 希望可以让外界对原住民族的内涵有更多认识 谢谢我们的策展人 把自己的鸭香宝提供给花蓮市 来让这里的市民还有部落族人们 可以欣赏到部落的好声音 还有我们部落的一些传统的一个作品 然后加上新的一个变化 在此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那过去一直以来 原住民的文物 通常给人家的刻板印象 能不能有突破的一个眼镜 还有传统的实际上的保留 我相信今天在这个会场里面 你可以听到传统的声音 刚刚林同木也有讲 他是跟过去的祖先 来做一个对话沟通 那我相信大家看了纪录片里面 都非常非常感动 那我也谢谢我们来自屏东的 我们老师这样策展人 把屏东的好东西 屏东的文物 屏东的文化 带到花蓮 跟我们部落来做交流 那我们深刻的希望 未来我们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部落 深刻的文化里面 孩子们都愿意去做传承 把传承下来的既有的东西 加上新的创意 把它呈现出来 让更多外界的人 能够吸引他们 让他们了解明白 邓雪珍临美军双客展 机会起到五月底 在花蓮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展出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